大家好,今天我们要用一个小故事来学习一个中文句型 是 的 下面我们就开始今天的故事吧 我的朋友小美上个月找了一份新工作 她是上个月开始在新公司上班的 她的家离新公司很近 她每天是走路去上班的 我很羡慕小美 我问她 小美,你是怎么找到这份工作的? 小美说 我是在网上找到的 我问 你在公司是做什么的? 小美说 我是做市场的 我问她 小美,你在大学是学习英语的吧? 小美说 不是 我是学习经济的 英语是我自学的 我说 你是自学的 你是怎么学得那么好的? 小美笑了笑 和我说 我是从七岁开始学习英语的 学语言 学语言是要有耐心的 是要每天练习的 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学好的 我说 那我也要开始学习英语 小美说 只要坚持 是一定可以学好的 这就是今天的故事 希望你喜欢 我们下个故事见 明天练习英语